诞生于1984年的淘金者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游戏 而在游戏历史上它也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是最早带有关卡编辑器的游戏之一 再加上游戏规则简单有趣 所以很快蜂蜜全球 直到现在爱好者们自制的游戏版本也是层出不穷 玩家的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收集全部金矿 然后从上方的楼梯逃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让人喜闻乐见的一点就是 刨个坑把自己埋了 国内广泛流传的盗版黄卡淘金者 当时中文名叫挖金子 也有地方叫做老鼠偷大米 这个游戏还有个所谓的二代续作 进游戏一看 就会发现 这个二代跟一代 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关卡设计的变态一点 实际上 这也是盗版商张冠李戴的结果 淘金者2的真正名字 应该叫淘金者锦标赛 关于怎么个锦标赛法 后面我们会详细再谈的 淘金者锦标赛的最大特点 就是难 也没有编辑模式 比较适合喜欢自虐的玩家 如果你进入到游戏之后 看见画面上这么复杂的地图 那说明你玩的就是淘金者锦标赛了 我们再说回淘金者 很多人玩到的应该都是日版 再加上哈豆桑和炸弹人的原因 很多人误认为 这就是一款日本游戏 但实际上 淘金者是个地地道道的满国货 诞生于华盛顿 1982年暑假的华盛顿大学校园里 有一个叫做道格史密斯的建筑系学生 捣鼓出了一个叫做空的意志游戏 也就是淘金者的原型 空的画面非常简陋 游戏元素全部由阿斯基玛构成 尽管十分粗糙 但是没有互联网的大学生活 大家都懂的 难得有个游戏能玩 还要什么自身车呀 他很快就在学校里流传开了 这让道格产生了幻觉 这游戏是不是能卖钱呀 于是他花了一个周末 把游戏移植到了Apple平台 又用几个月的时间 来进行所谓的打磨 当然 道格自我感觉是挺良好的 认为游戏已经好到可以卖钱了 于是他把游戏名改为矿工 满怀希望的寄给一家 叫做Borderbound的游戏公司 然后做起了躺着数钱的美貌 Borderbound用实际行动告诉道格 梦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这种只有黑白画面 连手柄也不支持的游戏 居然还想让别人代理上市 简直是痴人说梦 当然他们的回信还是很客气的 感谢你提交的游戏概念 很不巧它不符合我们的产品线 道格的反应倒是很乐观 和很多成功者一样 他并没有放弃 针对这个版本的问题 作为穷学生的他只能向别人借钱 购买了彩色显示器和手柄 终于在当年的圣诞节 大幅优化的彩色版本 终于完成了 大概是怕勾起别人 对之前版本的糟糕印象 道格给这个新版本又换了个马甲 将其命名为淘金者 同时寄给了多家游戏公司 淘金者焕然一新的素质 使得道格终于获得了 包括SERA在内的四家公司的青睐 他们都表达出了 希望能够代理这款游戏的意愿 然而道格却选择了 曾经虐过他一回的BROADER BUND 不过BROADER BUND 只是认同了道格的设计方向 并没有认可游戏的质量 他们扔给道格一万美金 然后跟道格说 小伙子 为了保证游戏的品质 你就要提高一下画面的质量 然后再去增加一些角色动画 还有把关卡加到150关吧 150关 这下道格彻底懵了 你以为做关卡就跟搭机木一样吗 结果 还就真的跟搭机木一样 道格邻居家有个孩子 在帮他鼓道游戏的时候 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做一个工具 可以更快的生产关卡呢 建筑系出身的道格听完 鼓去一阵 对呀 怎么没想到呢 于是他赶紧做了一个关卡编辑器 可以用图形化的方式 来搭建游戏关卡 就在一夜之间 他和邻居家小孩一起 制作了成敦的游戏关卡 1983年 当这个游戏上市的时候 关卡编辑器没有被移除 这使得淘金者成为了最早使用内置编辑器的游戏之一 更想不到的是 这个编辑器宣宾夺主 成为了游戏最受欢迎和褒奖的部分 媒体毫不吝啬地用最好的词汇表扬这一画时代的设计 成千上万的玩家 沉迷于创造自己的关卡 并且把淘金者奉为经典 可以说淘金者之所以在游戏历史中占据非常高的地位 编辑器的作用鞠躬之位 说到这你们可能会有个疑问 我玩的是红白机版 但是红白机不能记录啊 这编辑器有鸟用啊 对不起 你可能是盗版软件的受害者 在FC普及电池G卡代之前呢 有一个专门用于保存数据的外设 这个以磁带为存储介质的外设 可以保存各种游戏的自制关卡 还能配合键盘用来学习Visic语言 当然了 这些东西在中国就别想了 所以淘金者的编辑器在国内基本就成了摆设 对比过电脑版和FC版之后 你就会发现二者的画风差别很大 此外在游戏机制上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FC版是一款横向卷轴的游戏 很多人会说 那是因为FC自带单层卷轴的功能 然而这还并不能解释 为什么一个单屏游戏移植的时候 非要做成卷轴移动 平白无故为自己添麻烦吗 这背后的原因 就要从淘金者进入日本说起了 在美国封密之后 淘金者自然而然的被日本的游戏公司看中 开始洽谈引进日本市场的事宜 不同平台的淘金者被三家日本厂商挂分 SG1000版本由世家代理 FC版由哈德桑代理 有趣的是 还有一家根本不做游戏业务的公司 代理了MSX版 这家公司还花了大价钱做推广 在试播会上用2000寸的大彩电 播放淘金者的内容 想不到这家公司几年之后 居然真的进军了游戏业 现在竟然还成了业界大佬之一 没错 这家公司就是索尼 谁又能料到三家代理淘金者日版的公司 最后的结果竟然是一家倒了 一家自宫 一家后来居上的结局呢 我们今天只说FC版 哈德桑当时是风光无限 作用FC制作金矿 四处搜刮代理知名游戏 当他们决定引入淘金者的时候 忽然发现 这群欧美老做的游戏 实在是太低了 电脑版淘金者的画面 让哈德桑的开发者震惊了 在当时指望欧美游戏制作者 有基本的美术素养是不可能的 他们更关心的是游戏机制和高效编程 哈德桑知道 就这种水平的画面 如果在日本上市 那就真的完蛋了呀 鉴于FC主要的玩家群体是小孩 哈德桑果断决定 把游戏里的人物全部放大 重新绘制 绝不能让欧米鬼畜的画风 污染日本小学生纯洁的眼睛 于是 一个戴着头盔和护目镜的新主角诞生了 而他的敌人也变成了机器人 并且将来会比他更加出名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搜寻我们红白机N合1 炸弹人那集视频 了解一下炸弹人的故事 话说回来 哈德桑想要把角色放大 并且将单屏改成卷轴的方案 一传到美国 就遭到了Broder Bond的强烈反对 这种改动已经改变了 原本以解谜为主的核心机制 会造成与电脑版完全不同的游戏体验 Broder Bond甚至开始考虑取消 哈德桑的合作 这时营业部一个叫做高桥立姓的年轻人 站了出来 与社长龚腾玉斯一起 不断的与美国方面沟通 耐心的解释 为什么要修改成这样 最终哈德桑方面的诚意说服了美国人 淘金者的FC版 才得以以我们熟悉的面目出现在日本市场 而高桥立姓的出色表现也引起了社长的注意 几个月之后 他转入宣传部 被包装成游戏高玩 以高桥名人的全新身份闪亮登场 也通过冒险岛这部经典的冒险游戏 进入中国玩家的视野 随着FC等各个版本的发售 全世界的玩家都沉迷在自制关卡的乐趣当中 就跟这几年玛利奥制造的情况一样 自制关卡的最终结果 必然是出现一群变态玩家 不断制造被称为独徒的恶心关卡 没过多久 各国的电脑玩家之间 就开始互相传递各种版本的自制关卡 淘金者的开发商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于是一款打着锦标赛旗号 实则是炒冷饭的淘金者锦标赛 就这样出现在世人面前 这也就是中国玩家熟悉的淘金者 从现在来看 淘金者锦标赛的思路是非常前卫的 他早在80年代 就把UGC 也就是用户产生内容 这个现在很火的概念包装起来 在这个游戏中 集合了来自全世界玩家投稿的关卡 刀哥史密斯亲自挑选了 他认为最难最变态的50个关卡 向全世界玩家发出了挑战 因为游戏内容实在是太变态了 能够通关就变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为了防止不知情的休闲玩家误买这盘游戏 卡豆桑索性在游戏的外包装上 飙红了几个大字 警告 拒绝无淘金者游戏经验者 既然就锦标赛 那显然就离不开竞争 实际上在所有平台上成功打通50关的玩家 都可以凭借通关密码和包装商品码 获得统一的认证 但是FC版则有些不同 卡豆桑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 淘金者锦标赛审查委员会的组织 用于认定玩家的通关记录 根据通关的先后顺序 颁发相应编号的认证书 之前还在为争取FC版权利益而努力的高桥名人 也获得了认证编号39050 而此时善于包装营销的哈豆桑又开始蠢蠢欲动 开始了新一轮的造星计划 一个赛读的大学生毛利公信 作为淘金者锦标赛第三千个通关者 被哈豆桑大肆宣传 广告片写真集等一套组合拳被市场部熟练的打出 营销计划的最后是给这个年轻人一个响当当的封号 毛利明人 从此高桥名人对毛利明人的FC名人时代正式进入高潮 不过这个呢就是后话了 以后有机会社长再跟大家聊聊吧